法國有一個參議員 抓來訪問台灣 結果呢 中國在法國的大使 就寫信跟打電話去恐嚇他 施壓他 這件事情大家有沒有回想到 當時捷克本來有個議員 議長要來台灣 中國大陸也是用同樣的 手法去威脅他 請教3Q哥 這件事情我們應該怎麼看 其實中國大陸還是持續的 在對我們的外交做打壓 其實這個要怎麼看 當然就是 怎麼嘛 我們還是站在台灣 主體意識上面去看 就是說如果台灣是一個人 就像你一樣 你們可能在公司上班 可能在社會上有一些朋友 那你要交這些朋友的時候 你是希望交一個老實的 說到做到的 還是要交一個 一下子要打你 一下子又要送你蛋糕的人 所以今天這個中國共產黨 它本身有種被害妄想症就是 因為他對台灣施行兩手策略 一手蘿蔔一手棒子 一下子要對台商讓利 一下子要讓台灣民眾 覺得中國好棒棒 一方面又一天到晚 文攻武嚇 天窯地動 血流成河 每天都嗆我們 這種人就會覺得 他神經民根本不會想 跟他做朋友嘛 美國可能跟中國比較遠 所以一開始他還覺得 美國他的判斷基準是這樣 相對左派的思想是說 在這個世界上 因為美國是走著 科技走在比較前面 所以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來協助一些 開發中的國家 讓他們能夠慢慢的起來 也希望他們能夠享有 民主自由 然後這個合約精神 大家可以白紙黑字 對等談判 然後讓國際之間 做一個好朋友 甚至歐洲的國家 他們還組成了一個 超越國家的盟邦 叫做歐盟 這個世界秩序是這樣子運作 但是中國不是 他說 你美國現在跟我冒一戰 你是不是要打我 你打我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 然後現在又 你現在美國又希望跟我 簽氣候什麼條約 你一定是在騙我 所以中國他就呈現一個很恐慌的 就是我理直都不要 我面子要顧著 所以有人要去找台灣 他就嗆他 有人要去講台灣很棒棒 他就說他說的是錯的 台灣好不容易有一個什麼成績 然後他就說台灣是中國台灣 或是中華台北 他就每天出門就在想著 怎麼樣子嗆台灣 怎麼樣子讓台灣自決於這個社會 只能為他所有 所以我再講一次 你把台灣當成一個人 假設是你本人 你有一個朋友 一天到晚嗆你 然後有的時候又送你蛋糕 你實在是那個蛋糕 你也吃不下坦白講 就打你砸他的眼就好了 然後有些朋友 他跟你簽合約 他說到做到 然後你對他履行承諾的時候 他會給你相對應的報酬 然後而且這個朋友這邊看起來 比較多人比較好玩 有些人穿著這個牛仔褲 西部牛仔 有些人穿著這個巴黎的 怎麼樣的服裝 這一群人比較好玩 這邊人全部都穿一樣的 都是那種中山服 然後每個人都扮著臉 然後他們投票的時候 都會兩千多票投同一個結果 你不會覺得神經病 我根本不想叫做什麼邪教組織啊 所以如果台灣必須要在美中不同的世界秩序上去選的話 我想你去看這一些例子 我跟我朋友講個電話 你也要阻擋 你是我爸嗎 你不是我爸啊 你神經病你為什麼要有這種 把我當作是你家人 所以站在台灣主體意識上面 把台灣當成是一個人 而不是誰的附庸 不是中國的一審來看這些事情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好理解 這是你們自己可以有智慧的判斷 包括了巴拉圭啦 因為之前巴拉圭 因為巴拉圭的民眾對於這個總統 其實有點不滿 之前可能因為太抗中 或者是等等原因 他們還發動上街抗議是不是 但是呢 這個人他也訪問過台灣喔 對台灣還不錯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 法國的參議員這件事 當時捷克那個啊 現在案子不知道調查到什麼程度 後來還上綱到總統階級發動調查 因為有一個捷克的議長 就是要來台灣都還沒成行 然後呢就受到很多中共的威脅性 來自大使 後來他就莫名其妙的過世了耶 中國其實是這樣子 他一直說他的戰狼外交嘛 其實我一直在比喻就是北風跟太陽 就是中國一直認為用北風的方式 可以逼著人民就範吧 或是逼著他的盟友就範 他最會就是透過施壓嘛 可是其實往往結果都是適得其反 比如說之前講的是柯家洛 就是捷克參議院的議長 不是韋德齊喔 是柯家洛 韋德齊後來來了 真的來了 後來才來了 其實原本捷克參議院的議長 是柯家洛啦 然後他原本打算是2020年1月 就是他打算的 那時候我們總統大選 2020年總統大選 對 總統大選 蔡英文連任之後 他原本打算要來台灣 可是呢這個消息一傳出來的時候 就被中國不斷的施壓 不斷的施壓 後來呢在2020年1月底的時候 他因為心臟病咒勢 那這件事情很多人就說 這件事情他心臟病咒勢 可能跟中國的打壓有關係 可是坦白說 這件事情我們講都不準對不對 可是他的遺孫 還有他的女兒 後來有接受專訪 對 他的專訪過程中特別說 第一件事情 他一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呢 捷克總統就公開了 因為捷克總統很輕忠 就捷克現在執政黨 是非常非常輕忠的 直接呢就公開反對啊 然後開始對柯家洛 就那個時候參議院的議長 施加極大的壓力 然後呢 中國駐捷克的大使館 張建敏 他也公開講喔 你如果敢去台灣的話 我要對你捷克的產業做打壓 包含什麼 汽車產業Skoda 我們看廣告常常說嘛 你終究要買歐洲車的 不如就買Skoda Skoda其實真的是歐洲車 不如就現在換吧 對不如買Skoda 因為Skoda是東歐車 東歐車相對沒有就是那種 我們一般的歐洲車 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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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迪 那麼貴 可是他有歐洲車的品質 我也配了一下 因為捷克是我們友好的國家 然後呢 他就也針對產業來打壓 那這個東西對於議長來說 壓力就很大囉 你要知道 議長喔 其實在捷克的現任體制 他是第二人喔 總統如果不幸發生什麼事情 是捷克參議院的議長來接班喔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你看他 請全力中國都在施壓 甚至喔 後來他們去參加 中國大使館的晚宴喔 結果呢 他擔心到什麼程度 他跟他的 就是他的遺孫啊 想說 你千萬不要吃 大使館提供的任何食物跟飲食 所以後來呢 他不幸過世之後 他的遺孫跟女兒 就出來受專訪的時候 直接指控 是中國施加壓力導致客家弱的心理壓力 而造成心臟病病 這個結果造成後面什麼政治效應 第一個捷克內部的民意喔 超級討厭中國 第二件事情 後來接任了參議院的議長叫韋德齊 對不對 韋德齊完全不顧壓力 直接來台灣 第三件事情 2020年10月韋德齊來台灣之後呢 捷克的參議院部分改選 27席 反對派拿26席 執政黨只拿1席 簡單講 現在捷克執政黨已經被民意所唾棄 所以其實我要談的是 中國常常可以通過一些手段 去打壓去壓制啊 讓很多他們不願意發生事情 暫時不要發生 我講叫暫時不要發生 可是結果呢 結果都是適得其反 反而讓大家更討厭中國人嘛 所以這個法國的例子喔 我雖然可以預期中國一定會介入 要求法國的這個議員千萬不准來 可是我跟你講 法國人或是歐洲人就這樣嗎 你不要管我就還好 我要去或不去是我自己的決定 可是你如果來介入來幫我決定 我可不可以去的話 那其實就是適得其反反 增加法國人討厭中國的程度 增加法國人討厭中國的 的民意比率的時候 他就會逼著法國的政策 我也開始討厭中國吧 所以這是一系列的狀況 這個要來台的這個法國的參議員 他不是普通人物耶 他是法國的前國防部長喔 然後他現在是法國 那個議會裡面有台小組的成員 但是本來是夏天要來啦 以防疫為理由來台灣看 防疫的成果嘛 看法國怎麼學 但現在目前為止應該是取消了啦 因為那個可惡的什麼 中國駐法大使發了一個 尖酸刻薄的信 他是發給黨 他整個發給這個 法國參議員的黨喔 他寫說什麼 你們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廢話 然後呢 如果你組團來台的話 會破壞這個原則 跟台獨勢力發出錯誤的訊息 請避免跟台灣當局 進行任何的官方接觸 OK 這就是他的信 但是可能更尖酸刻薄的部分 我沒有看到